早晨 今天做個早餐吃 看來天色很漂亮 吃完早餐就出門了 很多人說中奧年人的早餐 是否要吃得很清淡 是否要吃到每天蜜片和蜜皮 其實不是的 其實偶爾吃一頓自己喜歡吃的早餐 你覺得好像是很重一點 都沒什麼所謂 我今天會吃個牛角包 我先拿牛角包的那邊看看 今天是兩個蛋 有些狗黃 因為狗黃不是很流行的 因為它只是雞蛋和狗黃 沒有麵粉 所以它不可以成為一底煎出來 其實我很多時候 就是去附近的早餐店吃的 西人的早餐店 其實吃的東西都是大同小異 有時候自己在家做的都是一種樂趣 就算有很多獨居的老人 那些兒女不回來的時候 會不會自己很隨便 很固執 其實不是的 應該是要好好地過好自己的每一天 對嗎 對嗎 你要面對子女 大了 他們各有自己的家庭 那你自己也有自己的生活 好了 蛋 用來做 做那個 牛角包的三文治 我把牛油果放進去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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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火腿放在Cosico裡 因為這隻火腿都很鹹 所以我不會放得太多 放一片 可以做好兩個 我搬過去那邊就有得吃了 我腿 有些奇異果 有個狗王炒蛋 這個中西結合 我好流行早上有咖啡 和凍豆漿 這個早餐就可以吃得很飽 好了 我開始吃了 今天我要請好朋友吃蒜羊肉 我現在要來調一下北京蒜羊肉的調料 主要是花生醬 醬豆腐和韭菜花 醬豆腐和韭菜花 需要用一些涼拌開 先把醬調一調 或者一起調也可以 所以 我們先放醬 標準的北京蒜羊肉應該是放的芝麻醬 我們在這兒很容易買到的是花生醬 所以我覺得呢 所以我覺得呢 花生醬也很不錯啦 可以 我先把醬豆腐 我先把醬豆腐 我先把醬豆腐和韭菜花 我先把醬豆腐和韭菜花 放多了會很鹹 取決於你的口味的鹹蛋 和你究竟要放多少 我放了兩勺 把它調一調 因為剛才韭菜燒是有點稀的 所以呢 開始你可以不放水 但後來這樣濃呢 有兩種做法 一種 像我是喜歡呢 對一點涼拌開 讓它呢 調的稍稍稀一點 有的人呢 就像剛才那麼濃 在那個 蒜羊肉的時候 搖一點底料湯進來 自己調 都可以 我更喜歡先把它調一調 調勻了 那最後呢 就是調成這樣 這是我喜歡的 紅燈沒 紅燈了 好了 乾杯 乾杯 Cheers Cheers 剛好這個溫度 嗯 你來放醬 哇 這個醬聞到就香 你喜歡一點蔥嗎 什麼都可以 來點蔥 嗯 反正你說的就是地道的 香菜 地道的做法 對 香菜 要攪拌它嗎 嗯 還是不攪 你可以攪 有人喜歡把它拌一拌 好 醬少的話 可以稍稍多放一點醬 嗯 然後我來放羊肉 真沒吃過這樣的做法 很榮幸啊 我今天可以吃到很地道的 那是我榮幸啊 請你來跟我一起共進晚餐 哎呀 我多高興啊 我沒吃過 就是香包老出城了我 沒有了沒有了 沒有了 在家裡吃不吃這樣一個吃法了 嗯 很開心了我們今天 嗯 我們今天去哪裡了 去了省蜜公園 嗯 去我們去 我們去 健行 還看了 蘸魚 回流 對 還去看了那個 曼月梅 對 對 還買了 買了那個 很 多的東西耶 多東西 最棒的是那個牛肉 牛肉真的 嗯 我下次我買牛肉 我要往那邊跑了 嗯 買了不少青菜蘋果 這一個禮拜 基本上可以坐在家裡慢慢的享受了 嗯